本周一 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召开了为期两天的世界卫生大会 会前 美国和欧盟纷纷对中国和世卫组织在应对疫情的表现提出批评 并要求对疫情起源和世卫组织疫情期间的表现展开独立调查 这场本以为全球如何联手抗击新冠病毒的会议 却变成了中美两国矛盾关系升级的角度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论坛的开幕式上宣布 北京将为抗击新冠病毒捐款20亿美元 并向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派送医生和医疗物资 这笔捐款并非一次性到位 而是会在两年多的时间里陆续发放 针对中国承诺捐款21的声明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尤里奥特说道 中国承诺提供20亿美金 是为了转移越来越多的国家对中国政府问责的呼吁 它没有履行国际卫生法规规定的义务 没有说出真实真相 并警告世界即将发生什么 作为疫情来源国 中国有特殊责任付出更多 给予更多 反观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切断了对世卫组织的资助 并拒绝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上发表讲话 虽然特朗普未在会议上发表讲话 但是稍后却在推特上长篇过论 写了一篇四页的信 来指责世卫组织和中国的罪责 并称世界卫生组织为中国傀儡 在信件中 特朗普指责到 世卫组织对中国存在令人警觉的依赖 并指明道性攻击 世卫组织总干事唐德赛 很明显 您和您的组织 在应对这场大流行疾病上一错再错 使得全世界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这封长达四页的信 列举了中国关于疫情防控的十四项罪名 详细呈现了特朗普围绕大流行病 对中国和世卫组织的不满 并且特朗普在信件最后威胁世卫组织 如果不承诺在未来30天内做出实质性改善 将永久撤出美国的资金 并撤销美国会员身份 信件中并没有独立具体说明 特朗普寻求世卫组织的改善是什么 但是提到说世卫组织唯一的应对之策是 它是否能够真正表现出脱离于中国的独立性 并要求调查在武汉疫情爆发初期 该组织在缺乏透明度问题上 是否和北京串通一气 面对特朗普的四页指责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唐德塞态度则较为低调 称认可特朗普和世界政府 对卫生组织在疫情爆发初期应对的批评 称世卫组织将对全球应对疫情的经验教训进行评估 但他却没有回应特朗普坚持让世卫组织调查 冠状病毒起源于中国一个实验室的说法 尽管这些指声已遭到科学家普遍的否认 而习近平在讲话中也呼吁 世卫组织应在健康危机平息后再进行各种评估 就在5月20日早晨 特朗普又在其推特上发表推文 称这场世界大流行疾病全怪中国无能 才造成了这场疫情在全世界范围肆意杀戮 疫情刚开始在中国蔓延时 以及美国疫情刚开始发酵时 特朗普还多次发推文 及在采访中称赞 中国防疫工作及时有效 做了很多的努力 挽救万千生命于水火之中 而现在美国疫情已经失控的状态下 特朗普却开始将脏水使劲往中国身上泼 这种行为着实有为大国领导人风范 关于美国疫情的现状 昨天特朗普在白宫接受媒体采访时称 确诊病例数量比大多数国家多得多 在某种意义上 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 我们在确诊病例数字上领先 那是因为我们比其他任何国家 进行了更多的新冠病毒检测 我不把这看成一种坏事 在某种意义上 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 因为这意味着我们的检测更好 我认为这是一种荣誉勋章 真的 这是荣誉勋章 这是对许多专业人士所完成的病毒检测 及所有工作的极大敬意 这番言论如果放在平时 又是让人大跌眼镜 但反观特朗普最近的表现 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过依旧还是有人看不下去 针对此言论 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伦斯特里布 在推特上讽刺称 这就像警察局让一个连环杀手 逍遥法外好几个月 才将其既难归案 还把一连串尸体当作荣誉勋章一样 康安普是个实施鬼和白痴